这个安装的比较简单是吧都是下载然后解压之后就可以了你麦上面装的话更简单是吧 windows下面可能还绕一点 找到先安装组keeper啊刚才给你介绍了组keeper他是一个他也现在也是阿拉奇基金会下面的一个啊然后download是吧点这个download啊 像这种新期待的是吧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你一定一定要干什么 一定要多去研究多用他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你是用的过程中才会发现问题然后才会去促使你去了解 如果就像在这次是吧我一直跟大家说一定要在公司里面不管什么项目是吧能用上就用上你不用你永远发现不了问题对吧你用上哎没人发现问题之后你就可以干什么呢逼着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吗逼着你去学习吗就这个啊找到download的download的这个地方是吧镜像这个镜像啊这个安装 还有给我们了 Antipo吗 抽 вообще 担担 看吧备份的节奏我看看这有夸的啊可以是吧现在有个3.4.14还有个3点5.5咱们用最新的吧啊然后呢下载的话这个地方就直接就是一个压缩吧下来这个我下哪个这个吧 这个吧 我看看 也没说 硬吧 二斤制的 这个应该小吧 对 比较小 再往下看还有什么呢 然后呢 只要改一下配置文件就行了 甚至你现在都 刚开始学 甚至都不用改那些高级的配置 就直接把这个 他有给你写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例子 你给他重命名是一个 注点cfg就可以了 然后启动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要配置一下你的 保存的数据的地址 然后再启动一下 下面是安装卡夫卡 卡夫卡是下载的是2.1 2.2 这个东西 我们点一下 能不能点 这个怎么这么慢 这个也太慢了吧 有没有 有没有迅雷什么的 有下好的吗 我也忘了烤刀 我也有盘上 没有 没有 有个这个东西能用吗 这个做种子的吧 这个是做种子的 这个不会用啊 把这卡夫卡先下了 找2.2.2 这个吧 2金这的话 我们下载2金这 顺利发了什么 行行行 另车为 找到放在桌面吧 放在桌面好找一点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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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快 然后那个你那个 组keyper你 你下了吗 你也发给我吧 快点你啊 卡夫卡你知道的 没有吧 我给你右盘 你帮我考一下吧 谁用windows 右盘 这个太慢了 你谁用装的考一下 就下载考一个 你那个是 是麦克吗 windows那不行 我停一下 咱们现在是拿到了这两个 是吧 然后这两个 然后呢 我先把这个 组keyper这个地方 解压 这吧 全部选试 是吧 压缩文件损坏 我这个文档 难道是windows下面解不开这个吗 咱们是组keyper是吧 我剪贴到别的盘 试试一下 放在这吧 解压道 难道是这个 这个解压包 这个解压工具不行吗 这里面就没有东西啊 我看看这个能不能解压 诶 这里面有啥呀 这个地方就是刚才那个说 然后卡不卡 我试试这个 赵快你再给我传一个吧 你传一个组keyper 你给我考了个有问题的 来 来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卡不卡吧 好了 赵快赶紧给我传一个 传一个 那个传一个组keyper 有吧 好 有大佬撑腰 没事啊 然后找一下什么呢 找一下刚才那个哪里啊 这个是吧 然后呢 我找到这个闭目录下干什么呢 呃 这是 这个 这是改一下这个单独的 是吧 你装一个组keyper的话 那现在我们直接装卡不卡 是吧 解压到本地之后呢 它也是什么 有个闭目录 有config是吧 你就知道config是干啥的了吧 嗯 config是不是就是存放配置文件的 找到这个config 这里面呢 他用的是这个叫properties是吧 这种这种格式的 对吧 这种格式的哈 写加码的是用这种格式的配置文件 好少哈 咱们基本上没接触过加码的 很少用这个 咱们找的是这个summer是吧 我们要起的是一个服务 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我右键用这个notify的++吧 这里面就叫配置文件了啊 有注释还是挺详细的哈 这个broker 想到了啥 broker broker就是那个机器 对吧 你集群里面的某一个卡不卡的实力的机器 对吧 他这个id应该是个唯一的啊 应该是个唯一的 我这里面就有1台机器 随便啊 找到找 我还要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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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log.dis这个就是你存放那个什么 存放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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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不卡数据的那个目录是什么 好吧 我们这里面为了不干扰别人 咱们 咱们在这个咱们那个项目里面够里面好吧 咱们在这建一个吧 建一个 叫卡夫卡 log.dis 是吧 建这么个文件夹吧 可以吧 然后 写到这儿 注意的这里面应该是你即使是windows 你应该用这些正写先吧 我记得是哈 这个好吧 对吧 然后这个partition是不是就分区啊 分区啊 那我分区几个分区是吧 这个你都可以自己配 然后呢 下面这个咱们也看不懂啊 这个offset什么 transaction是吧 我先看我先看 应该也没有了吧 这个是168小时 这是数量是吧 大小 segment啊 是他的文那个文件的名字叫segment 组黑发是吧 组黑发在这儿是吧 组黑发起的是本地的2181吧 对吧2181啊 啊 这个没有铁 剩下来都不用了啊 不用了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咱们要启动了 启动了 回到我们的闭幕 是不是在这里面 啊 我们CMD 卡卡卡哪 还有哪个配置箱 你大声音听不听 这个是吧 这个是吧 我改这个是吧 找到这个 那这个加价 这个啊 这里面就一个端口和这个 对数据是吧 啊 改改下这个 嗯 地盘下面的 构是吧 构下面的 是这个吧 啊 随便去看看看看是不是啊 呃 我在这里面亲见一个是吧 别别你怎么 你怎么能这么粗糙呢 这个人 你这个人好粗糙啊 这个k把好吧 这个data好吧 他叫名字叫啥这个 组k把是吧 那我就叫组k把 不好不好啊 你直接叫组k把不好啊 容易别人就觉得你这个 按照目录在这里面 啊 这下个不组k把data吧 组k把 这可以对的吧啊 太长了 这可以对的啊 我们知道这个data就行了 把这个目录 放到这里面 好了 然后保存一下 接下来就可以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要启动了啊 启动了 嗯 找到刚才那个 卡尔卡是吧 找到这个并 并下面你看啊 你如果是在其他的程序 不是麦克中的 你是用用这些的啊 用这些的 用这些sh的 能力吧 你应该弄windows的话 你应该进到这里面 他是bat的 windows下面是bat的一个脚本啊 所以说你在呃 你在你的服务器上 你最好啊 我跟你说 你最好还是呃 弄个虚拟 或者买个便宜点的服务器 你在服务器上去测 或者在公司里面 申请个测试机 是吧 去测试 你不要在windows下面去跑啊 感觉 奇奇怪怪的啊 各种问题 来我们到这个地方 干什么呢 cmd是吧 cmd 是在这执行吗 这 然后我找到那个叫 server 这个叫什么来着 名字 卡布卡 杠一个叫什么server 是吧 卡布卡 server spot 是吧 这个吧 我应该先起 组caver 先起组caver 我不分开 分开啊 分开两个窗口去起 嗯 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叫那个 组caver 是吧 组caver server spot sort .bat 是吧 这个 这个应该什么都不用管了吧 嗯 一起了啊 啊 还得告诉他 就用哪个配置文件是吧 那我 这这这这这 这 哎呀 我得cd cdd 啊 我说不到这个目楼下面 对吧 这个时候 然后是 呃 bin下面的 windows下面的 组caver sort 这个 bat 这个脚本 然后给他指定一个 当前文件下 是不是 config 下面的 叫做caver 那个 这个配置文件 是吧 他这配置文件 明是这个后缀啊 这个后缀 回车 这就起动了 啊 起动 他这个日志打的比较多啊 不是报错啊 日志起的比较多而已 再 再开一个窗口 我在 我在哪里 我在 在这个卡布卡啊 在这里面 再开一个cmd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这个这个这个目楼下面 是不是相当于去用bin下面的windows下面那个脚本 去执行config下面的什么这个这个对应的配置文件 啊 就这个意思啊 哎 找一下这个叫叫什么来着 呃 bin下面的是吧 啊 windows 你是windows平台就选windows啊 如果说你去其他语言 就直接bin下面那个sh脚本就可以了 找到windows下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啊 卡夫 卡 你选对了啊 叫 s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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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自动的干什么 是不是去识别到 是吧 有一个已经注册上来 应该是 这边有个error no node for admin 这个什么意思 啊 他应该是能够识别到的 我看看啊 这个 有 这个东西 卡不卡 serv id 0 start 已经启动了 然后他这边组k管是应该能够识别到 是吧 有人连在他 我看看啊 这出看看 no node是吧 没有这个节点 这是哪里配的 上面我看看有没有那个我们的那个节点我看看哈 那我把它起我把它停了是吧我看看这里面哈 嗯 start这个启动了然后broker id的1是吧这个对对 process 这个 没有 我看看他启动的那个端口是2181吗 我退一下哈退一下中指外 你看这个地方是connect的to这个server是吧2181是不相当于 连不上了对吧我现在把它启动一下应该是刚才是连上了吧 是吧这个是吧 啊我看看哈 这个181是得对吧 连上了吧 是不是这个连上了对吧啊连上了你要本级的1270.0.12181啊就是卡那个 组k管默认他的端口是2181啊这个 卡不拉应该是9092吧 然后看这个这里面报算 这个上面 哪呢 这这个没事这个没事哈这个刚才我那什么好了 这个启动了之后呢就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干什么 出去通过我们的程序是往里面往卡卡里面发数据了 发数据了来主要看这个 组k管装网站之后呢就说我们这个组k吧啊他是一个分布式的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啊他是在google的这个东西开源的一个 实现啊他是一个这个开源的实现 那这个google的这个你知道业界的很多新鲜技术 流行的技术其实都是从google里面是不是流出来的啊 google发很多的论文啊什么的叫map reduce啊这种对吧 htfs 都是google的些东西啊 这个这个google的就是我选中的这个就是咱也不会读这个东西啊 他是一个公公google内不用的他没有开源 然后呢 什么公司在这 开发的组k发来的就是那个 雅虎吗还是什么 忘了 是雅虎吧对吧雅虎啊雅虎根据就他就仿照google里面内部的这个东西做了一个开源版的组k会儿啊这个 还是挺挺挺好用的啊这个组k会儿 虽然他那个啊有点有点 现在大家都如果用购语言开发的话基本上都用那个什么etcd了啊用etcd去替换这个组k会儿也能做那个服务注册发现 好这个咱们开发的话呢做log agent的前提是什么呢你不管 功能设计的多么的 发里胡哨其实最终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你想一下咱们这个日志收集的项目 其实就是回过头来刚才那个那个图那个那个架构图 架构图在哪里了 是不是这个 我是不是有一个log agent的从外面读日志然后呢把这个日志发到卡夫卡里面是不是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步骤然后第二个步骤呢是我再写一个transfer是不是这样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转移者是吧把把卡把数据从卡夫卡里面读出来然后发到es里面或者发到stom里面或者发到卡都普里面对吧啊只是这两个步骤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就先写一个什么呢如何用购语言把数据啊或者说发送消息到卡夫卡里面去 可以吧我们写一个啊这个他其实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有一个叫那标准能库啊有个 这个叫那个sara吗是这个什么啊sara吗啊这个 这个户呢是呃卡那个卡夫卡官方推荐的一个client啊一个购语言版的一个client我们下载的话就这个下啊下载这个找今天的代码找到day13啊写个 卡夫卡 可以吧再往啊 我说这个东西